露台的多肉呢,连着淋了两次的雨,很后悔,特别的后悔 因为接下来的天气呢,有连续三四天的三十度 那对于秋天来说呢,这绝对算得上是高温了,是我这里的秋老虎 昨天下过雨后呢,没有人打理,今天赶紧过来给他们吹水遮阳 不然这些积水呢,肯定会造成夜星的腐烂 而且前两天呢,也淋过雨,现在叶片是非常饱满的 如果五不及时遮阳呢,会有叶片烫伤的情况 所以现在虽然是入秋了,但是还是不要着急去给他们淋雨啊 等这个气温稳定了,在二十八度以下了,再考虑给他们浇大水 不然这个秋老虎杀一个回马枪,你真的是措手不及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熬度过夏天呢,却没有逃过秋天 原因呢,就是我们浇水太心急了 那如果是新手的朋友,在入秋以后呢,第一次尽量先不要给他们浇大水 给他一个过度的机会,浇水呢,可以先浇半透 在一两次以后呢,再考虑给他浇大水,这样会安全很多 其实上周呢,我这里有几天温度都是在二十七八度了 遮阳网我都有几天没有再遮了 那最近呢,温度有所回升,遮阳网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拉上了 一般呢,就是上午的十点以后把遮阳网拉上 下午三点以后呢,太阳要慢慢落山了 那个时候的温度呢,比较温和了 我再把遮阳网撤掉 既让他们享受一个阴凉的环境,活得舒服一点 又在早晚阳光最舒适的时候,让他们享受日光浴 这样就不会涂涨,褪色也会慢很多 这一盆夏天晒伤的啊,现在终于恢复了 这两盆晚叶吉丘利也是夏天晒伤了 因为这个叶片呢,太饱满了 像这种晒伤的叶片呢,只能等它自然消耗 要么就是把这个头摘下去,等它爆头 我就不管它啦,等它慢慢恢复吧 毕竟现在还是挺圆润的 这一盆呢,是吉丘利 整个夏天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啊 无伤无死 这已经是最大的腥味了 现在呢,有轻微的上色了 有一点点粉 过几天呢,肯定就会粉透粉透的了 这个小橙子啊,之前皱皱巴巴的 喝饱水真是大变样 现在就等它上色了 重点表扬一下这些小麦感啊 今年露台养的这些麦感呢 可以说是无一阵亡啊 全都平安度下了 但是家里的麦感呢,就不一样了 因为通风和浇水的问题啊 就是死的死,伤的伤 虽然这一批呢,种的都比较晚 都是入夏那会儿种的 但是因为这边呢,我不经常过来 水浇的也不是很勤 所以它们根系的生长呢,得到了一个缓解 因为本身麦感和女王类呢 它们的根系生长都是很慢的 尤其是到了夏天就更慢了 如果这个水呢,浇的太勤了 肯定会把这个根系泡烂 所以家里阳台的麦感呢 因为我照顾的太细致了 它的损伤呢,是挺严重的 这一盆碗霞呢,可以说特别残 前两天它那个缺水的状态啊 就像是鱼皮肝一样 又卷又皱板 我一直以为它活不了了 所以根系比较强壮的肉肉啊 它如果在度下的时候 你一个月啊 或者是20多天不给它浇水 它也不会死掉的 虽然它的叶片褶皱看起来没有生机 但是它大部分的根系呢,是存活的 那你淋雨或者是浇大水之后啊 一个晚上就恢复了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些胖嘟嘟的多肉 在夏天呢,其实是特别忌讳浇大水的 因为它们本身这个叶片呢,是非常厚的 喝饱水以后这个叶片呢,储存了大量的水分 那太阳高温一晒呢,它自己就把自己烫伤了 所以尤其像桃蛋这个品种 它本身度下就是很困难嘛 那夏天呢,就要严格的控水 这一盆当初买来呢,说它是落神的 但是和我手里这一盆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叶片大小还有状态呢,完全不同 这一盆很有可能是落可可 这一盆老庄的落神呢,我记得是去年春天买的 当时是花了14块多,品质特别的好 一年多呢,没命没灾的 所以老庄呢,真的是特别好养活,很扛躁的 桃蛋这个品种呢,就是很神奇啊 不论你养死过多少盆啊,都会再入一盆 美杏锦,虽然是锦类呢,但是它非常便宜啊 锦类的多肉呢,就是越便宜越好养 这一盆呢,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录过啊 这个当初买的时候呢,叫肚立万杂 它已经两岁多了 这个呢,是奥普林娜,也叫奥胖 最近气温呢,稍微有点下降 它就开始上色了 然后现在这个盆呢,配的有点不太好看 过段时间再凉快一点啊 我要整体给一批多肉都换些盆子 这一盆小小的虎精坠化啊 这个已经长满盆了 冬天的时候呢,我冻死了一批坠化啊 这个是仅有的一盆了 好了,最后嘱咐大家一下 入秋呢,需谨慎 等温度稳定了,再让它们享受阳光和雨露吧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